大家好,我是罗嘉宜,来自马来西亚,是南京科技纪约学院20级,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。 中国对我来说很特别,它与我其实存在着很深的渊源。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徒生徒长的中国人,他们在中国相识结婚,当时在中国生存非常艰难。 所以很多中国人都选择移民到马来西亚,于是爷爷和奶奶就带着大伯,一家三口,去马来西亚生活。 奶奶喜爱征肠及收集,具有回忆的物品,所以家里有很多她从中国带来,看起来好像可以被列为古董的物品。 依稀记得爷爷奶奶在世时,身为正宗中国人的他们总爱在除夕夜煮一炷香喷喷的中国菜。 每日一到傍晚,都能看到爷爷准时躺在木窑里上摇啊摇, 手里的扇子,善啊善,静静地听着乐剧。 奶奶有个弟弟,生活在广州。 2019年年末,爸爸带我们一家,到广州探望旧宫一家。 有意思的是,广州之女,并未让我感觉到身在异国。 懂得广东话的我,可以流畅地和当地人交流。 广东人的亲切感,让我有一瞬间回到自己国家的感觉。 不管去广州还是香港,总感觉我去中国似乎不是抱着礼儒的兴趣, 而是带着探望倾盆汽油的心情去。 由此可见,中国和我真的很有缘分。 中国人和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情缘,是如铜水一般无法切断的。 到现在为止,在马来西亚,都能看见完整的中华文化、习俗及美食。 每个马来西亚华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。 我可不能接受,我和中国的下一张故事,还没开始就已结束。 希望全球疫情快点好转,好让我到中国去延续我和中国的缘分故事。 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 谢谢大家。